這個呢,7S5跟7S5差不多 那這個是5.5的 那你看一下,是像我們跟這個Switch都一樣 你看,這個就是你所謂的舞台 這邊就是所謂舞台 然後呢,你的圖寸會長在這裡 圖寸在這邊,這個是我們的時間軸 那右手邊的話,它光徑箱現在有比較討厭一點點,就會稍微比較小 比較小一點點,又躲到右手邊 當然如果你覺得說這樣的介面,比如說你以前曾經用到CS3 那你也可以從這邊去改變一下 就反正的那個畫面改變成比如CS3 那我們在這邊呢,圓件庫 圓件庫在Switch裡面是很重要的東西 就好像在Switch上全部的東西都把你變成圓件庫 圓件庫的東西呢,你只要記得有一個概念叫做去背免貝 對,就是圓件全部使用不會增加檔案大小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會把一些比較重要的主要的這個 圓件呢,它會把它展成就是圓件庫 那相對它也會有一些屬性在這邊 屬性在這邊 那了解這樣概念之後呢 你看像它的工具其實也不算太多啦 老實講不算太多 那我們呢,先直接進來這個 上次這個有看多一點點對不對 這是一個特殊字形 所以這樣你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去找找搜尋免貝字形或所謂的符號字形 那這個符號字形如果你用英文的話 這就是寫較勞去找Fone 那當然如果你要找免貝 這要算觸易嘛 這樣可以吧 其實英文的真的好多 免貝的很多啊 那不容易 中文呢反而相對比較少 相對比較少 各位呢你先從我們這邊 在 lesson 三裡面 來,這裡有一個字型,你把這個把它複製起來 要看到哪裡,C槽,Windows,有一個FOMPS,就在這裡 FOMPS,你直接把它從這邊貼上就好了 有沒有,這樣就安裝了 這樣完了之後,你就可以把你的Flash先打開冷氣,先把它關掉一下 再把它重新啟動,這樣那個字型才抓得到 所以你進來之後,等一下你點到那個字型的地方 你就可以找到你會多一個叫Swift 那你用2.0、3.0沒有關係 我們從這邊點到這個字型 好,你現在找一下,有一個S開頭的 有沒有看到,裡面都是人的 那所以,等一下我們就一起來試看看,好不好 那我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這次呢,就是我剛剛講的 其實,你看我用這個關鍵字有沒有 有沒有,就找到一些 對不對,那你就連進來就可以看到 就是有一些字型,當然 符號字型的話,你要找這種連續的比較少 做連續動作的 單一個也很多,但是連續動作比較少 所以你可能就是,要稍微看一下哪一些比較適合 那這裡真的很多,像這個1000一個這個也很多 好,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就發現各位同學在用的時候 你看我這個字型,我先變大一點 點到呢,直接打 跟,這樣子 跟你拖曳一個範圍 再打,是不一樣的喔 哪裡不一樣 這樣它穿過去 你看,我用這個,我把它拉開 這個拉下面 你先看一下 當我點到它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這個是遠遠的 當我點到這裡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你是細打的 不一樣對不對 為什麼齁,你點下去 直接打的,它會一直打一直打 它一直往右邊走 它不會折行 為什麼 因為它不知道你要打到哪裡 可是如果你是拖曳一個範圍再下來的 它認為你就是要到這個範圍而已 所以它要到這邊就折一下 這樣清楚了嗎 那萬一 後悔了怎麼辦 後悔了怎麼辦 打掉船來 不用嘛 不就這樣 在這裡都會 抖抖 可以嗎 那個有機關的喔 如果你希望再回來 你就按著它再回來 那就變方了 這樣過了吧 所以這個是小地方 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SWC也有一樣的問題 好,那你要做方法 我們現在呢 你們要打這個 事實上你打1234567 AVCDEF 大小寫的不一樣喔 你不就能夠在那個字母順序 你也可以在鍵盤上的那個順序 什麼叫鍵盤上的順序 QWERTYEUI 有沒有 我是打最上面那一排啊 你也可以打什麼 QAVWKS 對不對 跳下來上就都不一樣 那我們現在做的這種剛打的動畫 叫做什麼動畫 叫做足格動畫 也就是說你所看到的這邊 有沒有 小路也好啊 叫一格一格的 事實上台灣也是卡通王國呢 指的是卡通的代工王國 你不知道喔 很多你看到 比斯尼啊 夢工廠的卡通是台灣做的啊 當然是代工 但是卡通這種代工也是什麼 勞力的密集產業 所以是屬於傳統產業 現在很多都移到大陸去了 因為那邊人貫比較便宜 因為他們要怎麼畫 主流的動畫就是像這樣 傳統可能就是像這樣 一個一個慢慢畫 去別起來 那時候會比較好工 可是他有優點會比較細緻 我們用電腦做的什麼移動啊 你看我們 移動啊 那個 變大變小啊 當初當初啊 那就是比較電腦的那種字式的動畫 你真的要比較生動的還是要怕人工慢慢修 那你了解這個概念之後呢 我們來看 這裡要怎麼讓它變成動畫 我們在說一句裡面呢 我這個 我就先保留一個就好了 好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還不夠大沒關係 這裡有沒有一個變形工具 那如果你有看到這裡面有三角形 到底要什麼 這裡面還有其他工具 對不對 所以你點它一下 你從這邊放到 這樣也可以 你用這種方式 或者直接在這邊直接用打的 也都OK 好 那假設有在這裡 你要再看看 這個你看我打的時候 平常我們增加的時候 有沒有東西有空白的關鍵格 對 那你因為有打字的 裡面是用磁心的 好 就用磁心了 那麼 這一開始做之前 我順便再給各位看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這個所有人 你看它還有一個英明 你看它還有一個英明 有嗎 有嗎 真的嗎 有英明嗎 哈哈 哈哈 沒有嗎 我的眼睛 對不對 那請問你我要做這個英明的話 該怎麼做 以前的做改 在4月13之前 我們就是另外再做一個 跌到它下面 可是呢 現在 因為它 從7月13下以後 就有一個比較好的功能 有什麼功能呢 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 右下角 你看我點到這個 之後我們看到屬性的 有沒有一個叫路徑 這叫路徑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增加 不過各位要注意一下 路徑只能用在兩個地方 一個是文字 另外一個是哪 你知道嗎 影片片段 所以其實在科學裡面 它會比較偏愛影片片段 這樣了解吧 所以文字 會直接套用 那怎麼套用 你可以先加進來 點 有沒有發現 有一個叫做英明 好 這裡有好幾個 你都可以試看 英明 是不是就有一個了 那你可以調整一下 我要 英明出來一點 就是那個模糊的程度 然後呢 你的角度 距離 有沒有 這樣 你要走進去 隨便你 因為英明跟什麼 跟什麼有關係 跟正關的方向有關係 對不對 那 你的品質比較高的 它就會算得比較好一點 算得比較好 這樣了解了 所以我先加進來了 那 做狀態怎麼做 來 點到後面 插入關鍵影格 你先按右鍵 你看 這裡有分成三種 插入影格 插入關鍵影格 跟插入空白影格 各位你要記得一件事 你在電腦裡面做動畫的話 要 你能夠修改的 只有誰 關鍵影格 這樣了解嗎 因為我到了插入之後 我要改變它的姿勢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要插入關鍵 如果你單純插入影格 它就像我們在食物裡面 各位 我們做到一個動畫完了 希望它停留一段時間 有沒有插入一段放置 就是讓它後面把影格延伸而已 它是不做動畫的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我們在這邊就插入關鍵影格 好 這又一個圓圈圈 最終你就可以用文字 再把它改變一下 所以我現在先確認一下 登登登登 好不好 自己做動畫也可以嗎 要解一個 反正你會 反正你會 反正去決戰略 所以你就可以再往後退 再增加 但是這樣有沒有很累 所以有些時候 我們會想要比較快一點 就是 你把這些影格一起選起來 怎麼辦 一起插入關鍵格 哇 騙人 一次就插到最後面去了 不是說不行 是你要按快速鍵的方法 我們在背景裡面 因為這個插入關鍵有常常用到 你看一下 插入 再修改 在編輯裡面 要找這個 我看一下 那有多快 在時間軸 插入關鍵格 有 有一個F6 有沒有 因為新真名的是F5 他有快速鍵都不見了 F6 有沒有全部都是關鍵的 這樣知道 因為這個快速鍵太常用 所以你要去一下 二不五的話 是只插入一格 所以你就要點到這一格 然後你就可以來這邊 把它改成你另外的 點到它 後面就不用了 後面就把它移掉就好 太多了 所以你現在可以稍微試試看看 聽囉 有沒有 這樣還要進去 所以你們有沒有看到那個小綠人的動畫 小綠人 小綠人是哪位 韓律斷 韓律斷 韓律斷不是只有一個小綠人 不是綠巨人 有的 那個 那個購買的那個小小綠人在走動嗎 那個也可以 所以你要做那樣電話就可以 可以嗎 對啊 那我就把他們的環體給女生玩看看